各位家長 以下的示範片段 是教大家如何收發我們學校的電子通告 以及簽署通告的方法 首先我已經架設你 已經下載了eClass這個Apps 接著我們需要打開這個Apps 當你第一次登入的話 你需要輸入學校的名稱 你可以輸入英文或者打中文 之後你會看到持有英文學校的名字 在字中按一下就可以了 接著第二行輸入家長 Log in ID 最第一行輸入你的密碼 至於ID和密碼 在較早前班主任已經交到各位家長手上 如果在這方面有問題 歡迎大家聯絡我們下務處的職員 完成輸入之後 按一下登入 接著在這個畫面 你會看到同學的到達時間 如果你是下午課學之後登入的話 你會看到同學的離開時間 在這個畫面下方 你會看到我們有多份通告 而未簽過通告 和簽過的通告 的圖案是不同的 我們可以打開其中一份通告 首先你會看到 藍色字 一個通告的文件 按一下就可以把這個文件下載 並且開啟 開啟之後 你會看到整份通告的內容 當你閱讀完通告內容之後 你可以去到Apps裡面 下方你會看到 輸入你的密碼 大家留意 輸入你的密碼 就代表我們簽署了這份通告 你的密碼也相等於 你開始登入時所使用的密碼 除了剛才的方法之外 如果我們想更詳細看得到 更多的通告 我們可以去到Apps的主頁 左上方有三橫白色的 我只在那裡按一下 會出現一個選項 我們再選通告 現在這裡你會看到有 全部 另外有未簽和已簽的 簽了和已簽和過期的 都會有不同的適量顯示 好像這份通告是未簽署的 我們可以打開它 和剛才一樣 我們可以閱讀通告的詳細內容 閱讀完之後 我只在下方 輸入你的密碼 再按簽署 完成之後 返回上一個頁面 你就會看到 這份通告 變成已簽 除此之外 當你簽署了通告之後 你的手提電話 會收到一個訊息 並在上方 你會看到這個 E-Class綠色的圖示 我們只要把它拉下來 你會看到內容 代表你在某個時間已簽了這份通告 或者你可以在主頁裏面 再按一下這三條白色橫間 我們選擇即時訊息 在這裏 你亦會看到 你曾經簽署的通告 和顯示到日期和時間 歡迎大家收看 我們這個簡單的示範 如果需要更詳細的查詢 歡迎致電我們的下部處 和我們的同事聯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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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